文王女单四强厮杀 先看到球后Cernal Williams 招手俄罗斯女将Alena Vasnina 世界第一对上世界排名第50 这剧情怎么发展 大家心中应该很有谱 看小薇左右调动 没三两下就把对手逼出了防守范围 却知道往前突袭成功 首盘依发得分率标到9成3 搭配招牌的A4球 超高以6比2陷下一城 两人生涯前四次对决 全由小薇带走胜利 今天Alena想打破魔咒似乎有点困难 因为他不论什么角度进攻 都无法扰乱球后 反而自己掉入陷阱 被这一季反派杀了措手不及 也成为比赛的分水岭 敌人士气下滑 小薇更是不留情面 全场结束28个赤胜球 前8球得分率也有5成8 2比0之后再连拿三局 逼出了match point 正派攻击直到理想球路 上网强劲重击终结比赛 就让Williams只花了48分钟 就以6比2 6比0 球风扫落叶 生涯第九次闯进温网决赛 还有机会与姐姐Vinus Williams 上演姐妹戏强 只不过大威在4强的对手 可是纪念奥网冠军 德国女将Andre Lee Kerber 双方开赛前五局 互破发球局 但Kerber强下第六局后 势如破竹 两边大角度调动 以及往前刁钻球路 威胁性十足 顺利以6比4收下手盘 路后的大威不放弃 次盘再度将战况逼入4比4 但关键时刻 Kerber抗压性略神一筹 而且不论一发得分 或是揭发球率 统统占得上风 招牌反拍精准到位 瞬间移动到左边拦截 一小时十一分钟后 Andre Lee Kerber以两个6比4 打败Vinus Williams 接奥网之后 将再度雨球后 Serna Williams 在大满贯女单决赛碰头